第一題,副圖中可以看到裝水的燒杯右側下方墊一本書 若以箭頭的長短代表壓力的大小 則杯底夾以柄三點所受水的壓力 以下列哪一個圖示來表達最恰當 我們知道浸水壓力在內部一點是來自四面八方 在氣壁的地方要垂直氣壁 我們的選項B跟選項G都沒有垂直氣壁 所以是錯的 同時浸水壓力P等HD 所以在相同的一體D一樣的情況下 深度越深壓力越大 圖示甲最深所以甲的壓力要最大 而題目已經告訴我們箭頭的長短代表壓力的大小 所以甲的箭頭長度必須最長 C選項三個箭頭一樣長是錯的 只有A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一題問我們說 以下列哪一個圖示來表達最恰當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A OK OK 谢谢大家